大家好,这里是妹娘的菜 今天我们用土豆来做一份美食 土豆要挑选这种没有发芽的,这样会比较健康 去皮以后切片,放在盘子里上锅蒸熟 大概蒸十多分钟,然后倒进碗里 用勺子把它慢慢压碎 你也可以用其他方法把它压碎 压着泥倒进一些糯米粉,慢慢搅拌均匀 结块的时候把它在碗里团起来,慢慢揉搓 表面光滑就用保鲜膜分住,放到一边 我们切一些西红柿丁,再切一些辣椒块,还有香菇片 准备好配菜,我们就开始操作这个主食了 把它稍微拿一小块,在手里团成一个圆球 再搓成长条就可以拉 把其他的都做完 锅里烧开水都下进去 在水里煮熟以后把它捞出来 放在凉水里冰一下,这样的话口感更筋道 便凉沥水放在盘子里 先在锅里炒香西红柿 然后加入刚刚切好的配菜 同时加入我们刚刚煮好的土豆丸子 最后加一些水,焖煮一小会儿 大概十多分钟 我们开盖加入一些盐,就可以出锅啦 这道菜非常有创意 西红柿的酸甜味非常的爽口 孩子会非常喜欢吃的 土豆里面的淀粉要比面粉更加的健康 做给家里的老人也是非常好的 这里是妹娘的菜 如果你喜欢我的话,就点击关注吧 我每天都会发布新的视频哦 下期再见啦